大家这里是天空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这个男主的肤质盈润 这个长色也是非常的盈润通透 是典型的男生女手 男生女手是桃花旺的体制 在首相当中也是一种桂香 同时长秋饱满错落有致 浮云根基深厚 从手型来看 是偏土水结合的手型 有土人的稳重传统 但是又有水人的温和 个性稍显敏感 我们从这个土形长的特点 也是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手型 做事的稳重传统 做事重信与讲诚信 而且图展也是热爱户外和大自然 并且也是偏实干家的手相 我们从这个深长视线 也可以喊得出 典型的实干家手相特点 手指来看 实指还是见缝隙 事业财运相对来讲稍晚一些 早难于前 那么手指的状态 从这个手指状态来看 指接间的米康树文还是永恒 米康树文 米康米康顾名思义 代表于实无忧 小康不愁 凭借土长人的这种实干家精神 包括这个事业心比较强的特点 小康生活不重 小指也是过三观 根子缕分深厚 晚年能详子孙服 后期在纹路当中也会体现出这点 那么从掌丘来看 别看它是肉烧多一股 偏营养质 但是这个虎口火 火星球饱满的这个面对困难 也是敢于迎难而上 我们说通常 营养质道人的做事偏懒散 有的时候呢 这个偏佛系 但是呢 这个男主呢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忧 苦口火星球饱满 加上这个事业线伸长 那么事业心也很强 反而且呢 敢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往往容易在事业之上当中的 敢于挑战权威 在事业方面呢 能够有所突破和创新 很容易在团队当中的脱颖而捉 这是虎口火星球 饱满 对男人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金星球的范围 也是非常的饱满高龙 范围也不错 也是比较宽阔 为人慷慨大方 体质家 经济充分 运势根迹非常的深厚 这个掌丘非常不错 而且呢 手指根部的掌丘啊 小指根部水星球 也是非常的饱满高龙 这个沟通的你想 口才不错 而且呢 这个钱财树文呢 也可以看得出啊 这一点呢 这个在 这个财运方面呢 能够靠口吃轻松饭的 这个师指根部的啊 这个无名指根部的 这个太阳丘 也是非常的饱满高龙啊 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 有非常正面的 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啊 并且太阳线也提示呢 非常不错的人缘啊 总刚才讲到 这个金星球范围广 也可以看得出 人 这个为人慷慨 大方不计较 人缘价 那么只是稍弱一点 就是食指根部的 迅功啊 有些见褶重啊 正常的见一些 动荡和起伏 但呢 他有一条 非常不错的 口字文护卫啊 能够护有 这个正才本质工作呢 能够稳定下来 起到一个 稳定器的作用啊 那么 月秋也是 非常的饱满高龙啊 月秋饱满的人呢 想象力丰富啊 注重精神世界 并且呢 我们可以从 弯曲有弧度的脑线 可以看得出啊 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爱幻想的特质啊 所以这个精神世界 非常的丰富啊 这个第二火星球 饱满的人呢 也是道德感 正义感非常的强啊 非常传统正派的一个人啊 不会 这个为了迎头小利啊 去走歪门邪了 歪门邪的 这是掌秋 我们来看这个文录 文录来看呢 这个三大主线 还是非常的深长啊 三才文得配 从这个文录的 这个牛年来看的话 我们注意到 生命线初期呢 还是见一些邪门 和咱们的干扰 邪门咱们的干扰 但是呢 他有一些上升线 上升线看流年呢 这个叫希望们 希望们代表呢 天资聪颖啊 也代表早年的学业不错 从这个有弧度 伸长的脑 伸长的这个脑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头脑聪明 学习能力场 领悟能力很强啊 这个早年的学业 还是不错 人生的起点不低啊 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脑线和生命线的 分离处啊 见这个导门和横门的干扰 这也是自身脱一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脑线为人门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门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那么两条纹路呢 一个代表自己 一个代表这个人生家庭 两者分离之处呢 是见导门和邪门的干扰 也是一种出入社会的 这个持些苦头 会交学学费啊 经历一些坎坷 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啊 一般人呢 都有这种状态 那么这个横门呢 也是代表这个早期啊 从流年来看 这个二十到二十二岁左右呢 见桃花的干扰啊 有一个情观要过 从早期的这个邪门 刺入到这个感情线 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虫三角形的状态 那么感情当中 本身呢 也是男生女手 有一些偏桃花旺的体质啊 再加上这个结婚线 也出现这种多条 多条等长的状态啊 所以容易陷入到 这个感情当中呢 有一些在青年世纪呢 会经历一些 这个情怒的一个困惑 容易这个 在感情当中呢 遭一些阻碍 这是这个横门的寓意 那么之后呢 基本上这个脑线呢 后期呢 也见一个导闻 脑线的导闻呢 也代表容易犯情伤啊 犯情伤 从流年看 基本上到了这个三十五 到四岁往后呢 基本上那个感情 才能够闻底下来 之前呢 还是有一些偏缘的干扰 那么 生命线呢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期慢慢的加深 基本上到了这个二十五岁往后呢 生命线逐渐的加深 逐渐的加深 并且呢 在中期呢 也伴随着一些横门的干扰 这个亲密关系线 也是见横门干扰 也可以看到这个情怒的动荡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阶段呢 有一些小的上升线呢 上升线比较短 叫努力线 努力线 再加上呢 本身的事业线非常的深长 这种人呢 一般事业心很强 很 这个喜欢将自己的这个命运呢 把控在自己手中 做事呢 主动 主动积极 而且呢 这个事业心非常的强 有进取心和这个事业心 比你的企图心也不入 所以利于事业执场打平 刚才讲的这个虎口火星球饱满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的 改于突破自己 在事业当中的 执场当中的机会啊 一旦有 他就会改于去把握 改于去突破自己 那么这种付出呢 到最终呢 还是有一些收获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从刘宁看 今晚在35岁到40岁左右呢 出现一条上升线 上升线成型呢 就代表呢 这个阶段到了收获的阶段 前面的经历一些 这个困苦啊和阻碍啊 都能够获得成果啊 付出就有收获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这个刘宁看 在30岁左右呢 30到32岁左右呢 出现一些小的横温干扰 事业方面的阻碍 也是有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讲 为什么在感情当中呢 会碰到正元的年纪啊 要需要到这个 这个年纪啊 基本上从刘宁看一般 在这个278岁左右呢 出现正元啊 这个亲密关系线呢 从这个时候出现 那么 这个是 这个视野和感情方面呢 这个 40到 40岁左右呢 有一条上升线啊 那么之后呢 基本上 这个伴随着这个视野的成功呢 后面呢 还会有一些亲密关系的出现 亲密关系的出现 所以在姻缘当中呢 还是有一些 小的困扰 我们看这个结婚线 出现等条 等长 结婚线是 最好是只有一条 如果是多条的情况下 也要长短分明啊 如果出现等长的话 啊 容易在姻缘当中呢 甚至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性 我们从这个 这个 事业取得成功啊 这个40岁往后呢 还见亲密关系 就说明这一点 在这个事业方面 取得突破和进展之后呢 往往容易有一些 在感情当中呢 很难拔驰住 容易出现这个 婚姻 影响婚姻的很低性 到后期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他的阻碍啊 也是跟这个感情的 昏厚的一些 偏远的干扰有关系 这个阻碍呢 从两天看 基本上到了这个 54岁左右 出现这些阻碍 那么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男生女手啊 他有一种这个 确实是天生的 淘宝旺的体制啊 到后期啊 基本上到60岁左右 也见亲密关系前的营处 而且治疗 亲密关系是代表呢 人生焕发第二春啊 甚至有晚年 黄昏恋的这种可能啊 这个是啊 这个男生女手的一种特质啊 所以整体来讲 还是要请姻缘服来化解 来稳住姻缘 稳住姻缘 才能够啊 将这个人生的运势呢 能够更加顺畅一些 这条上升线呢 是代表晚年呢 有喜事发生 从六年看 在这个58岁左右呢 出现这种家庭呢 有一些家族喜天宾啊 或者是有侨间之喜啊 这种或者子女成才成人的啊 这种特点啊 这个是上升线的意义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生命线本体上面 你有一些延伸的上升线啊 这个上升线 叫成功线啊 成功线 利于事业 在事业上成功的机遇大 也叫幸福线啊 大概幸福指数非常的高 这跟这个上升线是同时而行啊 说明这个阶段呢 也是人生的一个啊 这个又一个高峰期啊 就是说这个阶段呢 子女成才成人啊 这个家族甚至呢 天子天孙啊 或者是有一些条件之喜 整整整这种事情发生 那么到后面呢 我身份线尾端 还是有一些 不断的有一些支线引出啊 引出啊 这个也是一种好的 极强的符号 并且呢 往水星球方向走啊 说明晚年才故 风龙晚年无忧啊 跟他们讲的这个小纸过三观啊 小纸在上修长 能详子孙府 根子女缘分深厚啊 晚年运势非常的不错 并且我们看的 他这个整个元宝型的彩户也长行了 元宝型的彩户也长行了 说明啊 这个人生啊 这个视线也是冲破了天文啊 冲破了脑线 脑线是能力观 能力没有问题 冲破了感情观 等大年线啊 所以在事业方面的啊 这个还是以事业为主啊 对于男性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事业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财运方面的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啊 这个是这个整个手上的一个分析 那么如果是有必要的话 还可以在这个早年呢 这个我们说早南鱼前呢 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财户啊 能够进一步催忘财运啊 让这个财运呢 早一点的取得更大的土 这是整个手上的一个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